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他就是之前他开房车 后来他换成了休旅车 结果他发现说 休旅车虽然视野上面很不错 可是他的油耗同样也相当的惊人 所以因此他又再换回来房车 他觉得房车开起来还是比较舒适 而且操控性也比较好 相对来说他也觉得比较帅 当然每一个人的用车需求都不一样 有一些家庭可能真的是 碍于有一些限制 他没有办法买这种高底盘的休旅车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是百万的预算的话 在市场上面 有没有一些好的选项呢 小忠 来来这个观众刚好就碰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机械式车位 限高是1米56 等于说我买一般的 不要说中性修旅车 你一般可能稍微高一点点的跨界CUV 都会超过这个高度 他只能选择这个轿车房车 好这位观众他有提出 他现在用车的需求 他主要是因为他现在开了国产房车 开了13年了 稍微发生一个小碰撞 那因为可能残值不高了 你在维修的话觉得划不来 所以他也觉得 想应该要顺便换一台新车 那预算刚好就控制在100万上下 也是多数人这个换车预算 那个价格待在这边 那刚刚提到他的因为机械式车位 车高的限制只能在1米56左右 那这部分就变成他 他之后下一台新车 还是得考量一般的轿车房车 那他也把他的用车情况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基本上他平常 接送小朋友上下课 那一天的里程并不高 那他其他就在买菜啊 这些短程的使用 他开了13年 在舊车开了13年 整个总里程大概只跑13万 平均一年一万哦 代表他用车的频率真的不高 那他也觉得 希望再以后再新车能够开10年以上 那因为这个 車子嘛 他觉得不要有太多维修问题 他这个仰起来比较轻松一点 那他也做一下功课 他100万上下的轿车房车 他大概锁定了三款 第一个是Sentra 再来是Shikoda的Atavia 然后另外一台是福特Focus 好那我觉得这三台车 他各自都有不一样的特质跟特色 首先讲Sentra 那他入手价相当比较便宜 他入门大概不到80万 那如果说 因为刚刚观众有提到 他比较在意是 可能他开了7年8年 超过10年之后 这个在 养车成本啊 维护成本上面 不要那么的麻烦 省心省力的话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选的所谓的 日系的国产车 这在你后续的维修保养 养车这部分 真的会轻松很多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意的话 直接选Sentra就没错 那再来是Shikoda Atavia 但因为他是进口车 那他起跳价就比较贵了 他最入门的1.0TSI 就要接近110万起跳了 那这台车如果 如果说 我觉得这台车 他最大特点是看起来是房车 但是他后面的尾门的掀开 他连后挡一起掀开 所以其实你可以 看起来还很稳重 一些屁股相对一个 稳重车松的造型 但在使用空间的机能上面的话 一跟先背车差不多 但这个部分的话就考量 你因为你所谓的 入手价比较贵之外呢 老实讲啦 欧洲的进口车 你在养护成本上面 真的远不如国产的日系的房车 所以这一块 我觉得就让这观众自己去衡量一下 如果你喜欢所谓 欧洲车的行路的扎实的质感 或体验像 所谓的欧系的进口车 这个质感的回馈到底是什么样的话 那这个Shikoda 这个Atabia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他还是福特Focus 大家也相对非常熟悉啊 在车的特点是什么 但Focus后来小改版 就要取代房车 四门房车版本 他现在只提供了五门仙背 还有Wagon版本 另外他要提供 Active跨界的版本 所以如果这位观众 你会觉得我还是想要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体验一下所谓的类修旅车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Focus Active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Focus的Active 因为我刚做一下功课 其实最高的车的高度 车高也如果不超过1米54 那可以 机械车位大部分都可以 所以符合机械车位的规范 那再加上他还是国管车 这个养护成本 一样是比较亲民 豪氧轻松的 另外动力部分也不错 空间部分也确实都不错 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上台车各自有不一样的特点跟特质 就看你看喜欢看中哪一个部分 然后选择你最喜欢那台车就对了 好 如果观众朋友你也是这种 就是休旅车选项以外的选择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台湾人都很喜欢买这种日系车 因为豪氧又省心 而且又好开 那么大威哥带我们来看看 今天进到棚内的 也就是刚才观众朋友呢 它有一个选项之一 就是Nissan的Centra 是 对不对 它进行了改款之后啊 我觉得它更多的配备 其实是更到位的 对啊 我们在讲到Centra的时候 我们刚刚就先前去讲嘛 现在市场上大家都买SUV啊 休旅车当道 但是我刚刚一看 这个去年全球卖的最好的十款车子啊 休旅车SUV占四款 房车也占四款 其他两款是Pickup 而Centra就其中热卖四款的房车之一 它去年全球排名第九名 你就是看得出来 Centra它的确是一号人物 在台湾现在你可以买到的国产中型房车 我说啊 就除了这个Toyota的RT4 就是这款Centra 没错 而Centra它也非常用心 因为它最近它也做了一个改款的修正嘛 把它整个车型再做个提升 就是说你刚才说它的外形 它外形就变得很漂亮啊 它全新VVotion的一个这种大气的水箱罩 配合鹰眼阵列LED头灯 首先在我觉得在这种80万以内 你要买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班的房车 而且帅气又有跑格 对 你讲到跑格 这个跑格的这种味道 它也有一个很独特的 它有四门房车的那种样式 但是它因为风阻值0.26 它的高低比较 它走的是跑格的路线 而且今天来的现场还是凸痛的配色 这凸痛的配色一加上去 你就觉得这部车子很有个性 对 有叫跑的感觉 这在你一般你买SUV 你绝对不会有这种 马上就有这种很年轻有热血的感觉 对 那我们就来这侧边来看看 好 因为我们其实 就是这一次它在改款的同时 它也告诉消费者 跟消费者沟通说 他们发现没想到Centra的消费族曲 竟然都是偏比较年轻的 对 然后年轻 而且他们喜欢一款车型 这次它有一款叫尊爵Boss版 尊爵Boss版 因为这次它有三款车型 刚刚小宗说嘛 入门不到80万 但因为它在这上面 配备就是一般入门 但它从尊爵自驾版以上 EPB进来了 The Pro Pilot Level 2 全部都上 全部到位了 这样子它不是变得非常棒 最重要的它这个尊爵是Boss版 就加了Boss音响 八支喇叭 是不是年轻族群喜欢的 听说还卖得相当不错 对 很多人都直上顶规 对 直上顶规 因为你这个就是无痛升级 因为它87.9万 然后87.9万有什么 我们打开车门就知道 我虽然看到这个双色的内装 真的是很有质感 但是它就要加价 也可以选购 它加价1万块钱 1万块钱其实不多 因为它让你在开着这样子一款 不到90万车 却让你展现你充分的个性 而且非常匹配的是 它内装的格局走的 就是一个非常宝格 你看它这跑车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这次还换上12.3寸的大萤幕 这大萤幕当然感觉就树大便是美 加上它还有无线的Apple CarPlay 它把一些Apple Map什么 它导航也可以显示 在它的数位萤幕上面 这让它整个一个风格的展现 就觉得说我做起来就很棒 而且也有科技感 再加上座椅 3D体感的缩压座椅 对 体感缩椅 而有这个座椅 过去我们说坐这座椅就好舒服 加上这次有Level 2 让它整个开起来 你安全又轻松又舒服 对 而且你看它现在换上了 那个就是电子的手刹车 对 对不对 然后还有Auto Hold 这就是大大的可以让我们在 比如说都会间的停停走走的时候 你的右脚就不会这么累 一定要一直Hold在刹车上 对 红灯 而且它就直接起步了 所以我觉得方便 好 科技感也有了 而且外形又够帅气 当然如果说它要作为一个家庭用的房车 它能够升任吗 绝对可以升任的 因为我就曾经也试驾过它 然后我带着这个 我家的小朋友等等 我说没想到 因为它以为说 SV就是空间会比较好 但是它坐到这个Centra之后 它发觉 没想到它后座空间坐起来蛮舒服的 首先座椅好 再让它轴距构长 2714的轴距 车场也够长 所以它整个空间来讲的话 坐在后座你会觉得舒服 是宽敞的 对 如果说跟它的直系竞争对手来比的话 的确坐在后座Centra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轿车的设定 所以它轿车重心比较低 然后轿车较低的话 你在开山路在开这操控的时候 你坐起来的时候会比较舒服 后座乘客也比较不会晕车 对 刚刚小松也讲到了 这台车它因为用的就是玉系的这种 它也是个标杆车型 它的这种引擎 它这135匹12.2公斤米的扭力 这个当然这是够用 但是它最强的是它节能性 17.7每公升可跑的这种里程数 17.7 这让它你在这个行驶上面 节能或你省你核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难怪我朋友他会从休旅车换回房车 因为他说那个开休旅车的时候 它的油钱真的也蛮可观的 而且你在这些开销上面看轮胎 轮胎也是修旅车轮胎比较大 你要换胎一次 我告诉你一定会变 要花的费用比较高 对 这样子 对 好 那大部分人买休旅车就说 我要比较大的空间嘛 对不对 那房车也能够拥有大空间吗 在这台Central上面也不用担心了 你看 它现象 因为它有跟它的钥匙有联动 因为通常你上的车款 就是你一定要把钥匙带在身上 它就是在美国卖的时候就生怕说 有人会就是 安全 对 就是预防萧小 对不对 而且我在讲到这一点 这次在Central它还有个特色 你拿着钥匙在身上 你扣进车门它会自动解锁 这没什么了不起 离开的时候它也可以帮你自动上锁 所以你头也不用回 你还不用去摸门 不用摸门 直接就可以走了 东西拿着就走了 这不是豪华方车 就是豪华品牌才会有的 我觉得高阶车款会有 但是它也贴心地做到 另外它还有远端遥控启动引擎 Remote Touch 对 Remote Control 这个Engine Start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让你在一般炎热的夏天 你提前启动引擎 空调也开了 这是不是很舒服 对 有时候我们就说夏天要怎么样什么 消暑 放你爱车消暑 其实有这个就很OK 有这个就真的是提前让你解决了很多事情 那我们来看它心理相容量 好 打开之后它的深度 深不见底我的感觉 对对对 它真的是比较深 540公升 就是除了高度 没有像休旅车这么高之外 可是它的深度表现很好 540公升 很多休旅车还不一定到得了 没有 在这个价位也很难 而且还有观影上次不是讲 所以跟你朋友出去 我跟同事 因为我们在试这台车 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些很有味道的东西 放在后面就说我的午餐 然后要我猜猜午餐吃什么 我根本就猜不出来 我说我闻不出来 因为我是坐在后座 还闻不出来说它到旅行李箱里面放什么 这其实就是一个房车跟休旅车或旅行车 一个天然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有一个后座椅背的一个隔绝 三箱式的配置 因此你放任何有异味的东西 或你出去玩等等 还留夹背的衣物等等 鞋子放进去 你不用担心那个湿气 那个味道会传入到乘坐的车厢里面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你开房车 这个意想不到 就是原来房车 它先天有这个特色 你只要换成了休旅车 或者是旅行车 可能它全通式设计 空调这么一转动 天哪 全车都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们去买了一些自己 马上就有感觉了 好 我们看到了 像这种国产的房车 现在在台湾的市场 真的选择性是越来越少了 观众朋友应该有发现 有多款的车款已经停产了 而且就下台一举功了 难道国产的房车 真的要阵亡了吗 艾达你怎么看 确实我们如果纵观这20年来的 整个汽车消费市场来看 你从这个以前 你要换个新车 有各式各样大中小的房车 不管是豪华品牌 或是我们比较亲民入手的一些 一般品牌或是国产品牌 那时候可以说是这个 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但是时至今日你看到 以前我们知道的这个叫做 Honda Accord 或是Nissan的Tiana 这种比较大尺寸一点点的 中大型的四门房车 目前只剩下Toyota Camry 一个车款还在继续销售 但它的数量整个也是 存现一个大幅下滑的一个状态 那以市场大中来说 这个中型车的这个中型 Sedan的这个市场啊 以前还有福特Focus四门房车 现在福特Focus四门也没了 那Nissan的Centra在卖 Toyota的Artist也在卖 那这个 Mitsubishi Lancer 以前啊 大家每个都想当Sky哥哥的时候 哇 那个车子可以说是这个中大不卖 非常非常的棒 现在也面临一个停产的状态 但是目前现在市场上面 你看到的ToyotaArtist呢 其实从以前的这个神车网位 现在落到这个几个月来 大家都没有办法突破千台的一个销售数量啊 事实上就是消费者购买少 并不是说他车子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只是消费者选择性变多了 因为呢从小型车的这个四门房车来讲 目前只剩下一个Vios 没有其他的车可以去选择了 但是可是你要买车 不管是跨界的啦 中型的休旅啦 这个豪华的休旅啦 哇那个选择可多了 对不对 所以呢在市场上 这个消费者的口味啊 一再的这个转变 其实如果说你认真去看的话 大概20-45年前 开始这个Honda的CRV的国产啦 然后呢休旅车 这个国产休旅车一路往上走 可是走到现在啊 消费者就觉得说 我不要那么大的休旅车 所以跨界的这些CVV又诞生了 关于你还没在发觉 现在其实很多 以前我们认知的四门的房车 其实也做了跨界 他把它拉高一点点的这个升高了 然后他的这个进出更加的方便了 他严格来说他并不算是 四门房车 但是他是四门的跨界车 像你现在开那个 除了电人之外 他其实也算是跨界的 这个跑格类型的 这样子一个四门房车嘛 所以来说 这样的市场上的需求就变成说 消费者选择多元性的一个诞生 而到现在我觉得 也就是说房车跟休旅车 中间的定位相对员变得更加的 没有那么精准的一条线去切割 反而变得模糊化了 所以你说四门房车它会不会消失 我觉得并不会 因为你如果看到啊 这个什么李冰车啊 大老板的这种 很多的这个后座买家 他还是要选择四门轿车 毕竟这个四门轿车开出去 其实是更加的这个气派 尤其是以现在市场上来说 虽然我们刚罗列了几款 国产的四门State 好像稍微降低了很多的这个机种 然后销售数量也都下滑 但是你看到没有 所谓的这个哈娃品牌的四门房车 其实它的推陈出息呢 是没有停滞的 毕竟在这个市场上面 有各式各样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觉啊 四门房车 比起这个 同样底盘的休旅车来讲 可能价格上面 以欧洲进口的这些 所谓的哈娃品牌车型来说 它可能还要来的更贵一些些 因为它毕竟 它是那样子的一个 角色定位的存在 所以我认为四门房车都不会消失 而且还是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 会有这样的需求 毕竟我家就是停不了 160以上的休旅车 我还是要选择这个四门房 还有那个 乘坐的一个舒适性 跟操控感受 重心比较低的一个优势 这都是四门房车 目前我觉得不会消失 在市场上面的很多原因 是四门房车绝对不会消失 可是国产车的这种四门房车 选择性是真的比较少 你看像Toyota Camry 甚至于Honda Civic 现在都变成进口的身份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观众朋友呢 它的需求就是说 它机械式 它也锁定了几款车 其中就有一个Octavia的选择 那么除了Octavia之外 进口的这种房车选择性 也真不少 对不对 Rick还有哪些其他的选项 好 其实在确实是刚刚刚冠宇讲的 刚刚埃道有帮我们介绍了 像国产的进口的这个房车 那其实在 我个人觉得虽然说国产的进口 国产的房车 现在选择确实是比较少 但是你如果往进口去看 那我觉得选择性相对就会比较多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观众朋友 他其实他的需求就是在百万上下 所以我们就把它看在百万上下 比如他有提到的是Oscota的Octavia 那这台车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 第四代的Octavia大改款 基本上是车头车尾的改变 包含它的一个外观 然后科技性等等 同时它的这一个驾驶辅助系统 也都非常完善 当然我相信观众朋友 这位观众朋友 他其实也蛮懂车的 他选到了可能里面Octavia 他一定是注重 因为他是家庭族群 他有在接送小孩的需求 他需要安全 然后Skota现在全车系 基本上都是久居迅堂以上 全车系 所以他可能考虑到 这个Octavia 他有四门房车 因为落在我心目中的这个价钱带 同时他又具备安全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会选车的人 然后如果你价钱你想要在压在百万内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就是Mazda的Mazda3 其实他的range就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是大概八十万到一百零三万左右 最高到一百零三万左右 他也有这种进口的 这种算是日式进口的房车 这种概念 那其实他一直以来 我觉得虽然说他的动力选择是比较单一 就是2.0升的这样进气引擎 不过Mazda其实这个品牌 他一直推崇 就是他的一个外观的设计 比如说日式的这个精致的质感 那我觉得其实蛮多消费者喜欢的 是在这种外型上面的一个设计 内装的这种质感的铺层 就是比较简洁 俐落一点点 同时还是有一些浓厚的日式氛围 比如说一些他的饰板 其实做起来是蛮精致的 包含内装的质感的呈现 甚至车内的一些动态的一些影音系统 什么的 其实他都配的相当不错 以这个等级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同级里面 质感是相当不错 不然他的行路质感也好 其实价钱带 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假设你刚刚我们再把话题 讲到说Atavia的部分 其实Atavia他最近刚好也有推出一个 冠军运动的套件 那其实他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但是就限量300台 就等于说Stand防车也有 然后Kombi车型也有 所以假设他刚好选到这个 冠军弄套件的话 他又有帅气的这个 比如说外观 对不对 然后内装黑顶棚什么 其实基本上这些都是 在这个价钱带 你就可以享受到 但是限量只有这300台 如果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下 Atavia车系 在台湾的销售成绩都相当的不错 而且也是那种有个性有想法的消费者 会选择的这种类型的车款 但如果你仍然也要有个性 而且呢 也要有想法的话 还要有操控性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豪华品牌当中 BMW的二系列进行的小改款 他有哪一些亮点啊小宗 对他这个二系列Coupé 其实蛮妙 因为刚刚关于说小改款 其实他变化幅度真的不大 然后我觉得他有点像小幅更新 好他重点是什么 首先他强调 他不管是一般二系列还是M2 他提供很多新的车色 让你做选择 车色只是一个单纯视觉上的变化度 另外呢 在所谓的外观套件部分的话 多一些什么黑化的一些 这个设计让你做选择做搭配 那听起来真的就还好 所以他其实整个外观看起来 不管是登剧还是包含造型 都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 那那一专我觉得就稍微 比较有点有点变化 当然他可能中控台是维持 这个所谓的12.3寸仪表 再加上14.9寸多萤幕 但是他这个作业系统 多媒体的这个作业系统 从OS8进化到8.5的版本 再加上他的UI有经过这个 优化调整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的话 会更直觉更简化 那通常他加入5G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联网上网去下载 所谓的去数位商店下载 一些所谓各种应用程式到车里面 所以你在整个多媒体运用的 这个系统上面的话 更多样更方便 那除了这之外的话 我觉得内装另外亮点是 他其实他原本这个方向盘是 整个是圆的 那随着不管是这个新的5系列 或是7系列 像说全新换上这个 方向盘下面是平整化的设计 我觉得是对BNW来讲是一个 很大的要劲 对其实过往 但平整化的方向盘 过去在其他品牌大家可能看了很多次 可是对于变成本来讲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新鲜 我第一次出现在iX上面的多角形的 有帮我吓到 对对对 这是BNW吗 他们都变了耶 而且而且他一些方向盘 那个福乐的设计 有做一些镂空 因为这个感觉那种机械感 我不想工艺感觉更精致了 那真正对车迷比较有感觉 我应该是针对M2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新的车舍 内装做一些微调之外 动力部分有提升 一样是耐去3.0直6的渦润型 那马力增加了20匹 从460变成480匹 所以他直接去影响到 去进化他的加速表现 0-200加速可以缩短0.1秒 再4秒可以完成 那这个0-200加速可以缩短0.6秒 所以这看起来是相对是比较有感的啦 那这台车其实在欧洲是5月才刚亮相 我估计他应该是7-8月会正式上 这个欧洲原厂生产线 那我觉得台湾应该最快在今年年底 就一定可以看到 那其实对我来讲还是很期待 增加20匹马力的M2 20匹听起来还好 但我觉得对原厂来说 他能够提升20匹 其实他考量的非常多 那他应该是能够有扎扎实实 对性能是有所提升 有所感受的 我觉得蛮期待增加20匹 冰性480匹 冰性500匹的M2 开起来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 价格呢 当然也是 对也是有感觉的 也是很有感的喔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说 像BMW这种2系列 它是一个很有个性 而且充满了操控乐趣的车款 那毕竟对于一般的 这种寿星阶级来说的话 可能要再努力一阵子 我们才有办法去入手到 这样子的车款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像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他提出了他的需求 像福特的Focus 也是在他的选车的名单里面 我们就来看看呢 福特的Focus 是不是适合家庭来使用呢 艾达 带我们来看看 今天进到我们棚内这一款 哇 其实他也很帅耶 而且是红色的车色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滑手机的时候 都会滑到一些奇妙的文章 他就介绍告诉你说 真正的有钱人才没有在开什么双逼 这些豪车 说他真正有钱都开什么车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回想一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们提出来的这个需求 他其实已经叙述了他的生活模式跟行为 来回40公里每天 就只有怎样接送小孩 他这一部车子呢 开了13年快要13万公里 表示什么 一年一万一年不到一万公里 如果只有接送小孩来回40公里的话 然后一年呢 这个周一到周五小孩上学200多天 确实哦 这一部车他只有接送小孩在使用 六日他是没有开出门的 他有没有提到他要上班通勤 没有 他没有在上班啊 他没有在上班 所以呢 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他口袋里有多少钱 我不是只有一百万 他是只有对于这件事情 接送小孩这件事情 我只想花一百万 不是表示他的这个购车上限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刚刚小钟讲那个M2 应该也蛮适合他假日使用的啦 但超过预算 对 但是这就是说适合他假日使用 另外再买一台 但是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观众朋友们的需求 因为他提到了这个Skoda 提到了Nissan的Centra 以及提到了福特的Focus 其实我个人认为福特的Focus 是家庭用车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首先呢 其实福特的Focus的外形相当的动感 相当的经典 而且年轻化 而且是属于非常年轻化的一个车种 那么他最重要的几个点就是 他建构在他的C2平台之下 但他的C2平台的打造车款 不仅仅是有Focus 对不对 还有这个KUGA 所以呢虽然KUGA超过他的那个机械车位的这个高度 但是在Focus这个Bass上面 你就有Focus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Estilite的版本 车身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你也可以选择Active的版本 车身再高一点点 因为如果以动力上来讲 这一具1.5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可以产生出182匹的最大马力 其实是相当足够 那么扭力的部分也来到24.5公斤米 所以税精神动力强 油耗表现呢 以他的这个一年不到一万公里的这个 里程来看 他每公升汽油可以跑16.2公里 很好耶 所以这部车完完全全不会造成 他任何的一个这个压力 也符合他这个豪氧 对 然后呢 这个安全上的一个需求 各位不要忘了哦 近十多年来看到福特Focus 在中股车市场上面的二手价 嗯 可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相对于保值承接性也棒 那当然在这一款现台 现场这款车型上来讲的话 是Estilite的这个车型 过来你可以看一下 他有很多蛮特别的地方 蛮多好料的 除了这叶子板上面有一个 这个Estilite的这个背景之外呢 最主要你从这个侧面一看到他的轮圈 你就知道这个轮圈 其实是他在英国的 是要选配的这种 悬崖式的这个Estilite的造型 那他就有比较轻量化的一个这个设计 也就是说可以带给你更好的一个 运动形态的表现 同时他的刹车系统也经过了 刹车卡前采用的是红色的涂装 那讲到刹车呢 其实Focus现在我觉得 以前我们讲有一些车子叫做 没什么特点 样样都有 样样都不是满分 在Focus的车型上面 我认为他是样样都有 样样都几乎满分的状态 你知道他现在啊 这个转向系统是新世代的 电子式的转向方向机 所以他的转向更加精准轻盈 然后该重手的时候重手 该轻巧的时候轻巧 另外在刹车系统 他们现在已经换上是在随时调整的 这个所谓EBB的这个电子刹车的一个控制系统 所以啊这台车开起来绝对是属于非常高性能 以及高科技 再来加上这个很好的一个操控性的展现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车门打开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车子里面的内装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他样样都好 样样都接近满分 运动化的驾驶座舱 平底式的跑车方向满 跑车的这个座椅 包覆性其实非常的不错 那他在座椅上面的运用一些车缝线啊 让这个皮质的面料的呈现啊 更加的多元化 包含了这菱格纹 包含了打孔 甚至用上了红色的车缝线 来给你很不错的一个视觉感受 包含了方向盘上的这个皮革包覆呢 也是采用红色的车缝线 数位仪表 SYNC 4的作业系统 对 对不对 满满的科技感 满满的科技感 Copilot 360 Level 2等级的一个驾驶辅助 这绝对是目前市场上面 最高规格的一个享受 前面还有台头显示器 没错 那这个车子其实还有什么 还有三个驾驶模式 有标准的驾驶模式 有节能驾驶模式 有运动化的驾驶模式 如果像这个Rick刚刚提到说 你不想要低的话 你可以选择Active的Focus 对不对 对 那还多了另外一个驾驶模式 叫做简陋路面的驾驶模式 所以并不是说 有一些车讲说它是跑格 它只是Look 看起来看起来蛮会跑的 实际上呢 就开帅啦 开帅不开快 那另外在后座表现上 因为这个观众朋友们 他刚刚提到的是什么 他是接送小孩 就我这个目前有两个小孩的爸爸来说 我现在小孩一个十岁 一个八岁 都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那我相信呢 大家现在普遍性的会选择 所有ISOFIX功能的儿童安全座椅 毕竟呢 它的固定方式比较牢靠 拆装也比较方便 来现在你可以看到 冠宜 这个位置是ISOFIX的固定孔位哦 它就是正统的与德同归 包含的减震器 包含的什么都是哦 它这个也跟欧洲车设计 几乎是一致的 它在ISOFIX的固定孔位上 是已经开好孔的 已经开好孔 某些日系车 它有ISOFIX 但是你找不到那个钩子 你要再去买两个 开口东西给它逗进去 你的ISOFIX的儿童安全座 才比较好进出 所以这个就比较便利 这个其实它设计上来讲 是有比较用心一点的考量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行李箱的载运空间 其实 以我现在的经验来说 小孩子的东西还真的蛮多的 真的很多 我只要背一个学校的书包 要背一个直排轮的那个袋子 然后还要再拿一个小提琴 还有一个音乐的袋子 就小提琴 那个乐服那些袋子 现在小朋友要学的东西 对对对 他妈妈又给他送去什么英文班 所以又有一个英文班的书包 所以通常都是堆在后行李箱 冠英你看到没有 福特Focus的这个行李箱 其实深度相当的深 就很好放东西 有一些 虽然做的是平整化没有错 但是平整化会带来的另外一个 除了优势是平整之外 再来就是他的这个高度会变矮 那其实小孩的东西进去之后 往往还带了一颗什么排球啊 篮球的 然后妈妈一开 球就掉出来 掉到路上 哇哇叫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他这个有这种低下室的这个设计啊 让这个行李箱的高度 及深度啊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这个需求啊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事实上我认为这种车是蛮适合 一个家庭用车的考量 而且他现在入手其实是蛮划算的 最低的入手价是79万9 如果你加上那个旧换星的话 就74万9 哇 所以距离他的百万预算来讲 他还省下不少钱 对不对 对 其实Focus呢 在这个价格上有他的优势 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是 在TNCAP的撞击上面 他也是五颗星非常优秀表现 所以是一个很安全的这个家庭使用的车款 那讲到先辈车 大家可能觉得他到底适不适合来家庭使用 像我们节目的Rik呢 他就使用过Focus 甚至于他连Golf他都拥有 先辈车到底适不适合家庭来使用呢 Rik你怎么说 没有错 其实我真的开过蛮多先辈车 当成家庭用车的 之前我开的Golf其实是五代 其实之前大家也知道五代 他算是车子比线跟现行的Golf比起来 他其实尺寸是小很多 因为五代车身尺码还不到四米三 但是他的轴距有超过两米五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 那时候是两大一小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车内空间是够用 如果那因为后面那时候 就只有坐妈妈跟大儿子 基本上这样子车内空间 还有要出油的话 全家里面的一些行李放一放 其实是够用的 先辈车来讲 可是现在的Golf 其实车身尺码已经放大了 比如现在八代的Golf 他的车身尺码基本上 早就已经跟之前五代比起来 是放大了不少 光是轴距就好了 他轴距已经超过两米六 所以像我之前轴距两米五 你看车内的轴距 像是他基本上相差十公分 所以他车内的轴距就可以放大很多 空间当然是宽敞很多 是啊 坐起来也更舒服 更舒服 然后科技性当然更好 安全性当然更好 那像我之前还是有开过这个Focus 他的轴距是来到两米七 所以基本上他的车内空间 跟我之前的两米五的Golf比起来 我们那时候家里算是坐上 车内两大两小 基本上乘坐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所以你是从Golf 然后养一个小朋友 后来都换成了Focus 也是先背车 然后养两个小朋友 但是为什么都是先背车呢 我跟这位观众朋友一样 一开始我们这个节目上的观众朋友一样 我那时候停的是机械式停车位 是比较老旧的 对 不过好一点点 观众朋友他的机械停车位限高156 我是限高160公分 但是基本上差不多 我还是没办法看 因为160公分的车高 基本上你要看到休旅车是很难很难 即便连C 刚刚小时都有一点 跨界休旅 就连跨界休旅也很难 可能很一败 所以我那时候我只能选的是 房车 先背车 不然就是旅行车 所以我在使用 我在使用这么多台的先背车 使用起来 车内空间基本上跟房车比起来 他的宽敞度跟视野 驾驶感受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你今天真的想要出远门的 你可能来个两天 有三天两夜的 國旅的时候 那时候你家里面刚好也两大两小 你需要行李比较多 那时候的先背车 在后行李箱空间 就会受限 但是今天开的是房车的话 他就是因为前面 C柱前面基本上都跟前背车一样 只是他多了西柱后面那一节 比较深 比较宽的 这个行李箱空间 那放的东西就更多了 那我觉得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利用性 就会比较好 所以就假设你可能一般的通勤时间 或者是一般的接送小孩 你确实觉得 先背车好像OK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 比如说一个月一次 或两个礼拜一次的 比较长途的国旅的话 那我觉得倒不如可以考虑房车 因为他基本上房车的这个行李箱 后行李箱空间 一定会比休息车来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考量的地方 没错 先背车呢 如果你喜欢先背车的话 的确我们现在聊到的机器馆先背车 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但是近期哦 在市场上面有一个全新面孔 而且它还是纯电的车型 那就是MG4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艾大你有开过这台车吗 对不对 你觉得MG4它有机会去威胁到其他主流的先背车市场 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MG4 MG4目前这次推出呢 它中央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旗舰版 第二个是XPOWER的版本 旗舰版的部分呢 新台币是99.9万元 在百万元内 那只有单马达的一个后驱设定了 那另外XPOWER的118.9万元 就是双马达四轮传动的一个设定 而且动力性能非常的快啊 因为呢 以这个旗舰版来说就240匹 但是它在性能版就是XPOWER的部分呢 高达了4.35匹 那个0百加速真的相当的快啊 我们真的来去在这个飞机跑道上面 跟保时捷的911 CARRELLA 最新的992的来去落过这个0百加速 而且那个911的CARRELLA 还有选SPORT CORONO 就是这个跑车即使套件 加速会更快一点的 都还是跑输这个MG4 所以它引发出了市场上面 很大的一个关注度跟话题 据说啊 据说啊 在上市发表之后开放这个 登记这个预约四成的这个数量 已经有8000辆了 8000个消费者 想要对它有兴趣 想要预约四成的 那当然这个8000台的这个数量 有多少能够转换成为实质的订单 而交车出去啊 这才是怪你刚刚提到的 它会威胁到现在主疗的这个中型先背车的一个市场 我们看它目前主流中型先背车 我们就刚提到的福特的Focus 因为它算是产品力相当的强 而且价格相对也清理以及优惠 那再来就是这个Mazda的Mazda3 以及Volkswagen的Golf 都是属于市场上面主流的一个这个先背车 那我们先从这个主流的消费市场来看好了 买这些车的人是干嘛 就没有上班的啊 接送小孩的啊 或是上下班通勤的啊 其实如果以这样子一个务实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我没有必要呢多花个二三十万买一个这种所谓 435匹的这个MG4 然后我家里还要再花个几万块去装充电桩 或是呢晚上我得要这个定期的去充电啊 不过呢定期充电这件事情啊 我最近听一个朋友讲我差点没笑死 他说我要买电动车我说为什么他要去充电 他说而且我家里不要装充电桩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一定要去快充 我说怎样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快充 他说因为这样我才我要跟我老婆说我要出去快充 不然车子没有电 他就可以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 那出去充电 出去充电到底有没有充到电是不是要排队 不知道 所以现在电动车很多嘛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想法 这个论也就是说 以这样子的消费者来看 务实的消费者来看 他有没有必要多花几十万买一个435匹 然后冒着一个 未来这个穗星要角很贵的一个风景 还有呢是不是徒增他的开销 再者啊 我认为就MG4开过 他的这个性能真的非常强 加速性非常的好 我们刚刚讲零百加速很快 实际上呢 他的这个最高的速度呢 轻轻松松突破200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自己有试过了 然后因为我们机场跑道嘛 所以有很长的距离可以去做这个测试 那操控性也不错 尤其是他的这个跟车系统啊 一键启动也很快 可是那车子确实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以车身尺码来看 4米2多耶不到4米3 车身尺码来看真的稍微小了一点点 你开出去呢 focus都4米4啊 但他轴距到2米7 轴距2米7 车身尺码小 我说车身尺码小 开出去真的很小台 真的是很小台 但做起来其实并不小台 但是如果冠言你要提到说2米7的轴距 做起来事实上不小台 但是做起来呢 塑胶味很重 塑胶味稍微重一点 但是确实用料硬塑胶等等各方面用料用的多 不过呢 我却觉得他的这个门板上那个硬塑胶的那个硬花 感觉比这个 那因为我试MZ4前不久才去试那个ODI的Q4E上也是豪阿平买电车嘛 我觉得比ODI的硬花质感还要好一点 真的 质感还好一点 所以他到底会威胁到主流的中型先辈车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问号 或者是说以这样子的118.9万元的角度来看 大家是买个玩具 大家是买个玩具 那我何必要花个200万买所谓豪华品牌 然后还跑得比这个慢的 然后跟这个车一样都是都是塑胶的 那种塑料感觉 而且当然有V2L 对 所以他到底威胁的市场是什么 我认为中型主流先辈车可能会受到些许的影响 毕竟还是有很多年轻族群在购买这一类型的中型主流的先辈车 那这些年轻族群如果我再牙一咬 贷款再加码一点点 我可以开到435匹 当然会去吸引这些年轻的消费族群 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 可能这种所谓豪华品牌或者是欧洲进口的这些纯电车车身尺码是落在CUV这样的size 大家想说买个玩具来玩我不要花太多钱的状况之下 一算 我说买这些435匹的要199万的入门版的我不如买这118的 差了80万 而且是最高的性能版 所以他到底会威胁到谁 蛮有趣 因为这个车子我刚刚讲他的车身尺码真的比较小 然后他又是属于比较高的跨界的休旅车 说实在的你要把它放在哪个级距 他都放不进去 他感觉目前好像没什么对手 不是没什么对手 就是没有人跟他站在同个圈里面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一个这个幼儿园的孩子 然后呢这个数学考试考得比国小六年级的 这个学生还要强 那你到底是放在哪一个圈子里面来去相比较 他其实有一点点自成一格的感觉 像这个百万之内想要买到鲜辈车的话 除了像MG4啦 可能就是Mazda 3 可是如果你想要车格再小一点点的话 百万以内轻松入手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小鲜辈可以选呢 有就是KIA的PICANTO跟HONDA的FIT 那这两台车算都是小鲜辈 但其实基本上不算是同级距里面 尤其PICANTO其实他车长只有3米6 真的是非常的小 因为我觉得更往这种所谓微型车靠拢了 那目前在台湾贩售 他的入手价是56.5万 那最贵的大概是68.5万 这是相对是价格是非常亲民的 不过呢 其实大家应该如果关注KIA 也好关注这台车的观众 都应该都知道 其实国外已经发表小改款 那刚好在这个月6月份7月份 这个欧洲地区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 政治贩鬥所谓小改款的PICANTO 那基本上外观变得更帅了 那我觉得他整个风格 简单说就是靠这个 往EV9靠拢 头跟尾的走这种比较垂直的 直角式的造型 那包含这个小改款的CANIVOR 也是走这样的风格 这也是未来 也不是说未来 现在KIA最新家族风貌的一个风格走向 就是完全走向这个所谓直线条的感觉 这非常非常的漂亮 跟现行 我们台湾目前还在犯说 我觉得应该量应该剩不多了啦 应该开始准备要清空了 现行款我觉得也很帅 也不错 就很运动感 对 然后那个虎鼻我很喜欢 对 又有GTLive 运动版的感觉 那我觉得基本上小改款的话 我觉得新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那动力系统其实维持过往的设计 一样是1.2的自然进气 那并不像是武术的 有个单独的自首牌 大家不要听到自首牌 单独的现在很过时 事实上这个我们跟KIA内部聊过 其实选择Piccanto的车主 很多女生 他反而觉得这自首牌开起来 其实他是文学没有失应力的问题 开起来非常非常轻松 而且很有乐趣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如果对这个东西还是有疑悦的话 你直接开开看最清楚 那另外一台就是HONDA的FIT 国展车 那目前他的一样提供纯油跟EHAVE的动力 那纯油版本1.5自然进气75.9万 那基本上我觉得你要买FIT 我是强烈建议直上EHAVE 82.9万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油耗是有过好的好 26.9公里平均 而且这是政府官方认定的 是台湾目前经济部认可 是台湾目前卖最好 油耗卖最好 油耗最好的机车 所以你要对油耗很在乎的话 你买这个HONDA的FIT EHAVE就对了 另外 他这算说油耗 但是因为其实他在多数的情况之下 大概你在市区在开 或是中高速域的中速域的时候 都是马达在推动 他马达扭力有25.8 25.8公进是什么概念 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浮世1.5 涡轮引擎这个概念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开起来 因为他这个都是马达在推动 所以其实很类似电动车这种加速 很轻快很直接的感受 那就更不用说他内部空间是很宽敞的 这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很在意 你希望买一台小尺码车的话 那PENTO是绝对是值得推荐的 尺码小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 内装的配备豪华度 是不含糊的 然后包含双方动态的表现 我觉得是很像欧洲车的感觉 很沉稳 那如果你今天很在意 我希望内装空间多于 机能性稍微多一些些 然后很在意所谓的这个油耗表现的话 那PENTO的EHIF是完全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我发现台湾的消费者真的很愿意尝试所谓的新能源车 不论它是属于这种轻油电 或者是这种Hybrid 或者是PHEV的车型 大家都越越欲试 甚至于是纯电车 如果你正在期待一些新的纯电车的话 我们请戴卫哥 带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纯电车款 即将跟大家见面呢 我就简单说了 今年下半年 有两款 来自日本跟韩国的电动车 可以注意 这两款车子 其中一款已经在去年的台北车展已经亮相 就Nissan的Aria 那另外一款就是我们先前在韩国车展看到的 Kona EV纯电车 这也就是它的国内看到最新的版本 好 我先讲到Nissan的Aria 这款车在去年台北车展一亮相的时候 大家为之惊艳 因为没想到 日本在电动车上面 日产它过去有LIFE 但是LIFE给大家印象 就是一个标准的走五门仙背 还是一个标准设计的一个小型仙背车的一个设计 但是在这部Aria上面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高质感 那很有造型 很有它的自己风格的一个中型的纯电的SUV 这款车型 我们看到它外形不但漂亮 它坐进去内装的质感 木纹的那种风格 增加它触控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部车子走的是一个很先进 很带有日式东云风格 但是有科技感的一款车型 而且它国内的设定 它据说它有两种不同的电池 它最起码它可以有这个423 就已经能去租过车 可以跑这423公里的 也有可以跑500多公里的 这种两种不同里程的 这样子的设定 它动力上来讲都很规矩 都是200多匹马力 这个在目前国内 台湾已经做陆续的预赏 听说反应还相当不错 现在国内业者担心的是 国内可以原厂可以供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